歡迎大家來到歌利亞的好奇中島 上個星期我編輯Alan突然間訊息了 她說有一個朋友我覺得比你所有的嘉賓都更加適合上你的節目 我立刻想看一看 真的很適合 真的很棒 真的很想聊天 但是她是說國語的 她是說普通話的 Alan就問我 不如試一下吧 我又沒想過她這麼跳脫 覺得我們這個廣東話的節目 竟然是可以用國語來進行的 我當然是接受這個挑戰 為了展示我的語言天分 今天這個節目就會用國語進行的 大家好 歡迎來到歌利亞的好奇中島 掌聲鼓勵一下 然後我們邀請到周上宣 你好上宣 你好你好 Gloria 我的國語OK嗎 很OK啊 應該比你的廣東話還好 當然好很多 對啊 那上宣呢就是一位編輯 她是一位影師 只是影師嗎 還是其他都會編輯的 我以前做在台灣有當過那種 Lifestyle Online Magazine的編輯 然後後來是來香港後就開始專精做影師 那她做過的媒體可以說嗎 就是有幾個文學的媒體 我們在台灣做那個BIOS Monthly 它是一個Online Magazine 他們就是各個藝文生活相關的題目都有做 就是比較雜 後來是做比較不是雜誌 是做那種IP授權的禁聞學 對也是那個時候認識Alan的 我想請問 飲食編輯的早餐是怎樣 因為每一個嘉賓上來的時候 我就會問一下她早餐會吃什麼 我覺得很能夠反映一個人的個性和她的生活品味 現在嗎 對 今天 今天 現在的早餐就是一杯黑咖啡 真的喔 對 或是有時候就是喝水 很巴黎人的感覺 也不是就是在做那個飲食控制 就是盡量要空腹16小時嘛 在吃飯 喔 所以你在做那個168嗎 對 盡量啦 盡量 對 所以平常 對 沒什麼事 我通常工作日都是就是不吃早餐這樣 好啦 好 有一些聽眾可能不太認識你 你可以借這個機會先介紹一些幾集嗎 就是你的背景啊什麼的 我是四年前搬來香港的 那是因為 因為我先生在香港嘛 所以我才搬過來 那在那之前在台灣就是一直都是從事這個編輯的工作 只是不同型態的編輯 那來到香港後也是先休息了一陣子啦 因為其實從學校畢業以來都沒有真的休息過 所以就休息了一陣子 後來就加入了一個也是從台灣那邊過來的飲食媒體 對啊 那我等於是他們在香港唯一的fulltime editor 嗯 那台灣人在香港的時候有沒有覺得有一些文化的衝擊 還是在來香港之前你已經經常來了 都覺得嗯 也是一樣 你在台灣是哪一個城市的人 我是桃園人 對 但是我在台北住了十年 桃園人我只想到機場耶 對 不好意思 我是想不到其他東西 不會 桃園人不會跟你生氣 我上次回去的時候才跟一些就是也是桃園人的朋友都說 我們都不會生氣人家覺得我們是台北人或怎麼樣 因為桃園就是比較沒有自己的特色 真的喔 對 然後很多桃園小孩就是上大學就是都會去台北 或是他往南 會不會有一些食物我們不知道 可是來自桃園的還不錯 桃園的話 到底人才知道的 桃園當然吃客家菜囉 很常見 因為像我是家 我們家住龍潭 就比較靠山邊 那那邊就是比較客家族群的聚落 所以那邊客家的菜很好吃 然後桃園也有很多眷村 台灣的眷村我們會比較特別嘛 所以就因為就是那個 戰爭的時候那些大江南北的各省的外省老兵他們來到台灣 所以這桃園是有這樣的聚落 那就比較特別的是桃園米乾 就是雲南那邊的米乾 在桃園落地生根 所以小時候我爸媽會帶我們去桃園的龍岡吃米乾 什麼是米乾 它是一種雲南的麵食 喔 像米線嗎 喔 不太一樣 它有點厚 因為跟板條有點像 可是又不是 喔 對 所以就是我想那個應該發展到最後也不是雲南的口味了啦 就是桃園台灣人這邊的口味這樣子 喔 那你來香港四年多 你覺得最習慣還有不習慣的飲食文化是甚麼 好像沒有到最喜歡 這好像是習不習慣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我口味還是蠻偏台灣人的口味 對 那只是因為香港以租在外地來講 算是容易吃到台灣的口味 對 當然要自己在家複製還是最倒地啦 但是不習慣的部分 蠻多就是覺得香港的平價的飲食上 我覺得選擇相對比較少 就是如果你要日常平常在吃的話 對阿 因為台灣就是很多各式各樣的小吃或是各種食物 他都會有一些比較平價的選擇 但是香港好像就是比較少 對 你喜歡茶餐廳嗎 呃 搬來之前的時候蠻喜歡的 哈哈哈 搬來之後就不喜歡嗎 對 搬來之後就發現 欸 因為茶餐廳其實是就是 你平常如果不是要餐餐消費這麼高的話 茶餐廳真的是最最方便的選擇 可是對我來說茶餐廳的東西我吃不太習慣 就是偶爾如果我是一個遊客 我來當然會想要吃這些比較高油 高熱量淀粉很多的垃圾食物 會覺得啊很 comforting 但是住在這裡每天要吃這個 我就覺得蠻痛苦的 對 而且茶餐廳的menu其實都還是差不多 早餐午餐跟晚餐都是差不多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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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口味上我覺得也就是 而且我很常就是點菜的時候 其實不太確定他做出來會怎麼樣 然後每次收到那個餐點的時候覺得 就是跟我想的不同 比如說呢 茶餐廳有時候會 除了說做一些比較港式的東西之外 他也會做一些比如說中菜的東西 就你比較偏其他菜系的種 比如說魚香茄子 或是做 還有做泰式的 可能泰式那種 現在還有四川 對 可是就是做出來都是不道地嘛 所以你就會有點受到驚嚇 其實我覺得 作為一個香港人 我也不是每天都會去茶餐廳 可是我最喜歡的茶餐廳的 美食就是早餐 可是很多人都吃不慣喔 很多人都覺得 欸 第一 為什麼整個茶餐那麼大 就是一個 通常是有一個面食 然後有一個吐司 或者是還有炒蛋什麼的 都有幾個東西 可是相比起那個台灣的早餐 其實我們變化好像沒有那麼大 還是茶餐廳ABC餐這樣子 就跟台灣的豐富的早餐好像很不一樣 對 因為台灣早餐 基本我們如果不講一些特別的話 就是很簡單分中式跟西式嘛 那中式的也是有一點受郡村文化的影響 就會有一些那種東北的燒餅啊 然後還有台灣自己發展出來的蛋餅 油條啊 豆漿那些 這是中式的 那好處是 它都是你可以自己單點一個東西 你如果想要吃很多 你就點很多 沒關係 但是你如果去 像我是喜歡去 只是點一小份蛋餅 一個豆漿 我就覺得這樣就夠了 但是在早餐廳 你就沒有這個選擇 你不可能只點一個煎蛋 或是一杯茶 可是在台灣可以嗎 可以可以 就是早餐廳的 就是讓你可以很自由的選擇 那西式早餐也會有這種ABC的套餐 那就是 可是它一定是特別的Menu 此外它一定還有A la carte 讓你可以自由的 你想要怎麼配就怎麼配 就是 只點一個小小的東西也是OK的 所以你可以去早餐廳說 我要一個煎蛋跟一個豆漿 這樣子可以 對 這樣就好 因為有些人吃不了那麼多嘛 或是我偶爾想要吃早餐 但我也不想吃那麼多 我就是可以意思意思嘗一下就好了 不行耶 在香港你一定要點一個餐 對啊 我就覺得很困擾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可是我想說台灣的早餐喔 真的 這是我非常想念的東西 就是煎餅 以前我會去富航豆漿 可是我說很多年前喔 沒有那麼多人排隊的時候 在台北的話 在富航 然後西圓橋 還是西橋圓 再另外一邊呢 如果你在台北有什麼的早餐推薦 台北的話 富航我好像也只吃過一兩次 因為真的 已經很遊客 拍太久了 對 如果是要類似的話 我是會去靈光站 在那個六張里那邊 有一家 我現在有點忘記它的名字 沒關係沒關係 但它總是就在就是那個 木炸線的靈光站出來 走沒幾步而已 它就是都是也是做燒餅 然後他們那個燒餅就是在炉 那種炭爐裡面繞起來的 所以就是很新鮮好吃 那家也是小小排一下 但是沒有像富航那麼誇張 就很好吃 對 還有沒有其他的台灣的早餐 你是非常想念的 我自己在台北上班的時候 我其實也是很常就是7-11 買兩個茶葉蛋 加一個咖啡解決 香酸 因為上班族 我其實也是早餐 你不是飲食編輯嗎 以前不是 以前不是 所以以前就是 隨便吃吃這樣子 反高橋 好 但是如果我假日比較有空 會想要吃早餐 他可能就是會 中式早餐 那我就是會吃蛋餅 那其實蛋餅有很多種 我是比較偏好 軟一點的那種餅皮 那有一些早餐店 他比較講究 他會現桿 他那個餅皮就是 麵團一團一團 都先準備好 他現桿 然後下去煎 就很好吃 那如果是西式的話 我喜歡吃鐵板麵 什麼 鐵板麵 什麼是鐵板麵 就是他在那個 因為西式的早餐 我說西式早餐 是台灣特有的那種 美而美西式 不是總會三明治那種嗎 對 或是總 這是香港的公司三明治 類似的 可是 美而美是很特別的 一種早餐店 因為它 真的融合好多 各式各樣的東西 而且各 美而美只是一個統稱 比如說不同地區的 這種西式早餐店 它有各種各樣的名字 那他們也都會發展出很 就是你想都沒想到的品項 然後鐵板麵就是 因為這種西式早餐店 它都一定會有個煎台 所以它就是在上面 把那個油麵炒一炒 加蘑菇醬或是黑胡椒醬 然後也比較豪華一點的話 就是再來一顆煎蛋 或是來一片火腿這樣子 對 像就是 日本的炒麵嗎 有點像欸 呃 概念很像 可是完全不是那個東西 對 所以這是你會想念的台灣美食嗎 算是吧 我還好啊 曾經就是 跟台灣商店訂過鐵板麵 想要自己在家 就是弄來吃 那我覺得 不在那個早餐店的環境之下 我覺得就沒有那個味道 風味 對對對 那你是吃一個懷疑而已 所以 其實那個東西 老實講你離開那個早餐店 你不會覺得是多美味的東西 對 那你想念台灣美食的時候 在香港會外出吃嗎 還是在家住比較多 呃 看是吃什麼 就是 我有時候也會自己在家住 那或是因為 台灣香港很近嘛 那蠻多食材食品商 他們都會進台灣的冷凍食品 有時候解解餐 就是 就是定過薑母鴨這種東西 然後或是我會從台灣訂酸白菜 那香港人不吃酸白菜的 就是它是比較東 中國東北的風味 所以台灣人會吃酸白菜火鍋 酸白菜跟你們說的泡菜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不一樣不一樣 酸白菜它是 呃 東北你拿整顆大白菜 然後去醃漬發酵 可能 呃 三四周 那它味道就是有點酸酸鮮鮮的 然後通常 一根是跟 呃 豬肉片一起做成 呃 酸白菜鍋這樣子 那當然就是它一種鍋物嘛 所以你可以加各種你喜歡的火鍋料下去煮 那通常在香港你要出去吃台灣菜的時候你會去哪裡 還有在哪裡會買到台灣菜的材料 煮菜材料 我後來想到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大部分台灣人人如果是住在外地的話 去吃一家餐廳是最呃 有保障就是鼎泰豐 呵呵呵 真的假的 真的 因為當然鼎泰豐他們做的不是台灣菜 它是其實是上海菜的東西 只是它做成台灣人的口味 那 所以我們就是會覺得說吃到鼎泰豐會覺得是很有台灣味的食物 那你在鼎泰豐會點什麼 我會點肉絲蛋炒飯 欸 然後還有那個 它有一個appetizer是那種乾絲跟海帶絲跟粉絲的那個 還有什麼 呃 草菠菜 草菠菜 對 欸你都點一些就是香港人不會點的 對 很有趣 我吃那個我是想要吃一種台灣人料理這種中式食物的手法 因為 草青菜這件事情 台灣人草青菜跟香港人草青菜的做法也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台灣人草青菜喜歡趕草 就是我可能 我頂多加蒜或加薑 加油這樣下去清炒而已 但是 香港人一定多少受粵菜影響 都會要來點勾芡 那我就很不喜歡 因為我就覺得那樣 就是很影響蔬菜的口感 我覺得是外面 如果你在餐廳吃的話 我港市可能會加一點什麼 蠔油或是 對 醬油這樣子 可是在家我們也是乾草欸 真的嗎 我覺得我沒有去過香港人家裡炒菜給我吃 所以 那是在外面餐廳 如果說我想要點一個草青菜 比如說可能大排檔 叫個外賣好了什麼 都一定會有 那種糊糊的勾芡的口感 對 so sorry 你下次來我家吃 好 我們都是乾草的 可是我在 我在頂潭峰 我會點那個粽 粽 是不是這樣 台灣的粽子嗎 對台灣的粽子 因為我覺得它是一個紅豆的粽子 可是裡面好像是有點豬油 嗯哼 我覺得那個很好吃 而且台灣粽我很喜歡 就是那種醬油裹著米 然後去蒸的那種 嗯 在香港是吃不到 台灣因為粽子 每到端午節 台灣人就會有這種南北粽大展嘛 就是 因為南部粽跟北部粽的那個風格 跟做法有一些不同 所以 雙方就是會在那邊爭吵 誰的粽子比較好吃 所以妳是哪一方 我在外面不太吃粽子 是因為我就是只吃我外婆做的 啊 不公平 那妳喜歡北方的還是南方 因為我外婆 我們家應該算北部人 所以我外婆做 我覺得她有點自成一格 可是她做的就是 應該算是比較偏北部粽的 北部粽的特色是什麼 北部粽的話是因為 它的那個米會 還有它的料都會先炒過 所以 然後她會用的米 可能是比較長糯米那種 所以它會比較 甘爽分明一點 相較南部粽 然後所以就是 會被南部人 績笑說是 立體油飯 因為 因為他們就覺得 你就是把油飯 然後包成立體的樣子 在吃嗎 還不是呢 不是啊 我就覺得我喜歡怎樣 但是我也沒有覺得 南部粽不好吃 我覺得就是 炒這個沒什麼意義啦 因為大部分吃粽子 一定都是吃自家做的最習慣啦 我在台灣真的 不會去買外面的粽子來吃 就是一定是 回家跟媽媽拿外婆做的 那在香港的台灣餐廳裡 就 竟然是推薦 定泰風 對啊 好 那我補充一下啦 我是香港人嘛 我會出去吃台灣菜嘛 我比較喜歡丁巴 嗯 就是它本來的店在彩虹的 那現在它在旺角也開了 哦真的啊 真的 而且他們 我覺得它還蠻 就是我認識的台灣 我覺得它是蠻到底的 嗯 比如說它的臭豆腐 它有跟那個泡菜 嗯 然後泡菜它是自己做的 是新鮮的那種 台式泡菜 脆脆的那種 然後他們有做大腸包小腸 哦 對 然後還有他們的味道 我覺得還挺 就感覺 挺正宗的 對對挺正宗的 我有聽說丁巴 但是因為之前在彩虹嘛 我就覺得有點遠 我沒有就是 怎麼 你現在就去啊 旺角我可以去一下 對對對 而且我覺得它滷肉飯很好吃 嗯 這個在香港也是比較難找的 我覺得 是比較難 我有時候會訂那個 承班長的冷凍包嘛 因為就是 對 的確滷肉飯 我幾乎沒有在外 在香港吃到 OK的 那你覺得OK的滷肉飯 應該是怎樣 那個標準在哪裡 呃 其實要講一下就是 滷肉飯 呃 應該說 我覺得香港人對滷肉飯的認知 應該是台灣 比如說南部人所說的那種 肉燒飯 就是台灣南部人是把這個 碎碎的肉醬的這個東西 叫肉燒飯 對 那北部人最後有一點把它混淆了 其實滷肉飯是另一種東西 但是 但是這個肉燒飯到了北部 最後後來就是被 因為那個肉燒 它其實也是經過三四個小時燉煮 也是有點滷的性質 所以它最後也是把它叫成滷肉飯 如果真的要就是吃到比較正確的 肉燒飯或是滷肉飯的話 我們就叫了滷肉飯好了 以南部來講的話 他們只用那種 呃 三層肉那個油皮的部分去做 而且它會切成比較方形的小丁 那它最後然後 它因為油已經先煸過之後 然後炒糖啊 然後醬油啊 然後最後要滷至少要三四個小時 你那個油脂才會慢慢化開 變成醬汁的部分 那北部的話類似 但是它可能三層肉它會切得比較細 就如果你吃 比如說胡鬚章好了 它的那個 呃 就是很細 它手切成很細很細這樣子 那也是概念也是類似 它也是要燉這麼久的時間 它才會達到那種 油脂變成醬汁的那個 口感跟質地 可是 我覺得香港餐飲業可能沒有那個耐心 去把 手切 對 然後要熬這麼久 然後又賣不了多少錢 這的確是 的確台灣小吃的問題就是這樣 因為長久以來大家都覺得 小吃應該是要便宜嘛 可是 你看現在人工這麼貴的年代 台灣人也很討厭就是 聽到滷肉飯又要漲價 就是 對啊 就會覺得 可是其實你仔細想想 滷肉飯那麼厚供的食物 它是 的確應該要漲價 對啊 那除了 肉 調味呢 有什麼調味是一定要在裡面 好像南部會加油蔥酥 在裡面 但北部可能也不一定就是看各家 但是很基本的一定是你要炒糖 它那個顏色才會漂亮 然後醬油 大概就是這樣 沒有沒有太多的 複雜的東西 沒有 因為主要它就是 還有就是 因為台灣的豬肉品質好嘛 所以你 對 就是做出來就是好吃 那香港 我覺得如果用本地豬 說不定也可以達到差不多的品質 試一下 但是因為餐飲業就是不太可能用本地豬嘛 就是那個成本比較貴 太貴 對對對 所以我 一來就是它可能 食材本來就沒那麼好 那他們做的時間 又沒有達到滷肉飯應該要有的時間 那的確做出來就不會到底啊 因為我看很多香港的滷肉飯就是 那個肉都還是分塊很分明的 它沒有真的化開要變成油脂的感覺 聽到我好餓喔 我在台北最喜歡的其實不在台北裡面的滷肉飯 是在外面北投的 喔真的啊 有一家叫埃仔財 喔很好聽過 就在北投的街市裡面的在二樓 然後他早上的話 他還沒有開門已經有人在排隊了 然後他的滷肉飯是 其實滷肉飯是個很油的東西 對啊 可是他做的不油欸 嗯 可以吃兩碗欸 他不油也是因為 就是因為他有確實的把那個油都先逼出來 所以你吃到的時候就是已經沒那麼油了 那個都是要這麼認真處理好幾個小時 才會有的成果 而且他的滷雞蛋還有滷豆腐 嗯 很好吃很暖 有一些東西我是很很想念台灣 我們在香港是找不到 就是豆瓶 豆瓶 對 豆瓶 就是豆瓶 喔OK 豆腐啊 豆髒啊 或是豆皮啊豆干啊 嗯 在香港沒有那麼多的 對就是不太好買 超市能夠買的牌子有限 所以我有時候會去街市找 可是街市就是很看運氣 而且香港好像夏天很熱嘛 有時候那個豆瓶店你中午經過 哇真是臭臭臭的 臭的要死 對全部都不新鮮的 我就嚇得跑走 嗯 而且有一次我記得我派廣告嘛 我們派豆腐的廣告 然後我覺得PA在場的PA 都沒有在整理那個衛生 所以整所有豆腐都是 就是扛在這裡 整桌都是 然後很多蒼蠅 對 所以之前之後我就有點覺得 嗯 不想太吃豆腐 可是去台灣我會 對 這個也是你在香港比較難買到的 台灣食材吧 嗯 豆腐的話 因為我住洪坎嘛 所以洪坎街市是有幾間豆品店的 所以我就是如果真的要想要比較新鮮 我可能就會早上去 對 然後的確很難買到那種 因為台灣的豆干是有一點空氣感的 它會鬆鬆的 香港真的是乾的 香港很密食 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對啊 這個製程的可能不太一樣 但是我就是很想要吃台灣那種 就是那個真的比較蠻難買的 那蔬菜呢 蔬菜在香港難買嗎 台灣的話 就是香港跟台灣當然是有很多共有 共同有蔬菜嘛 那我覺得比較特別可能是筍子 對 就是台灣人 呃 一年四季都有吃不同的筍 就是夏天吃綠竹筍啊 麻竹筍啊 那冬天就吃冬筍啊 春天會吃春筍啊 那這個食材在香港肯定是比較少見 有的話那超市都是可能 中國進口或是日本進口那種 已經 呃 它已經去殼 然後真空包裝那樣子 那我想要吃新鮮的筍 那剛好紅甘街市有一攤 大叔不知為何 他很執著真的有在賣筍 所以我就會跟他買筍 是賣筍 對 呃沒有他還會賣其他蔬菜 可是整個紅甘街市只有他在賣筍 然後他也很他也很知道怎麼marketing 他會夏天說他會寫台灣甜筍 但是我強烈懷疑那個筍不可能是台灣來的 因為筍很很注重新鮮度 你出土以後已經要趕快把它處理掉 不然就不新鮮了 對啊 也是香港人很小吃筍 對不太 我有時候做筍的料理給香港朋友吃 他們都覺得欸蠻特別的 然後就是以前沒比較沒有什麼機會吃嘛 而且香港人很多都有濕疹 那濕疹的人都不愧吃筍 喔 原來是 對 這件事情香港人很 很毒 喔真的啊 對對對 小時候一直都我媽都教育我 筍是很毒的 跟芒果一樣 蛤真的嗎 都不會太吃 對對對 不好意思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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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特別想過這件事 但是我有注意到 香港人真的很重視這些食療的概念 台灣人因為現在比較不流行看中醫了 所以就是這些中醫的食療的理論 他們都不太理會的 好多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